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原神频道 我是爱原神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风担角色 弗宁娜 为你全方位解析她的技能和玩法 让你在游戏中更加游刃有余 不容错过的攻略来啦 可爱又迷人的弗宁娜终于实装 在实际体验过后 发现弗宁娜的技能机制相当有趣 而且功能性同样丰富 因此她的培养思路和一般角色也有所不同 下面就来详细聊聊该如何培养 弗宁娜普攻拥有荒芒机制让你在大世界中 不需要选择荒芒机制球或者带两个荒芒角色 荒战技术输出 盲战技无奉险阶 让你直接可以拥有一个移动泉水跟随 同时弗宁娜属于全队增伤辅助 是泛用性非常高的角色 几乎可以安插在人寒体系内使用 让大部分角色得到不错的提升 简单明了的说就是一张非常好用的人权卡 推荐大家都出取一个 弗宁娜的机制主要是元素爆发增伤辅助 战技伤害属于有外的补伤 无论是灵命还是六命与普攻无关 普攻的伤害可以无视 主要是用于重机切换荒和盲视 所以普攻可以不加 元素战技方面 荒性小精灵攻击消耗全队血量 盲性恢复全队血量 来增加元素爆发的气氛值 同时弗宁娜也是名依靠技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提高对有伤害的水元素角色 利用重机可以快速切换盲荒两种时激励 再应对盲荒敌人时游刃有余 处于荒性时 释放元素战技将召唤杀龙成员 持续对敌人造成后台水元素伤害 并消耗全队生命值处于盲性时 释放元素战技将召唤重水的鸽者 持续治疗我方当前场上角色 释放元素爆发后 将进入我方全部角色的生命值消耗程度 生命回复程度提高该技能对全体增伤的程度 开启大招在造成伤害的同时 还能基于提升或降低素质相对于生命值上限的比例 每1%都将死弗妮娜获得1.7分值 基于弗妮娜持有了7分值 附近的队伍中所有角色造成的伤害提升 受治疗加成提升 因此弗妮娜在队伍中时 队伍会出现血线上上下下蹦底的情况 生命值变化越频繁 不动越大 弗妮娜发挥的价值越大 1.2.六命是核心命之作 有自便的提升 建议大家最好能抽二命非常的强 弗妮娜的固定天赋和技能机制 决定了低命弗妮娜队伍里 需要有额外的治疗抉择 这样弗妮娜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 在这个前提下 弗妮娜放入大部分队伍里 都有不错的发挥 技能升级介意 推荐升级优先度为 元素战技等于元素爆发普攻 普攻一般用不上 可以不用升 另外太一极型以下 尽管六命的弗妮娜有了伤害不错的水附魔强化普攻 但是伤害提升主要靠生命值转化 而且此时战技伤害战比依然相对较高 因此六命弗妮娜可以十档升级普攻 但依旧推荐优先生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 特意解释一下 之所以选生命杯而不是水上杯 是考虑到弗妮娜的天赋效果 需要4W生命值才能达到满加成 因为技能伤害本身也是生命倍率 综合来看一般更推荐生命杯 当然命座分析 弗妮娜的关键命座为一二六命 其中二命为自边命座提升最大 一命主要提高了七分值 也就是增伤的上下限 二命的七分值加快获取速度 大幅增强了增伤平均值和配对饭用性 另外额外的生命上限提升 也让弗妮娜多了水上杯的选择 任命则是提供了战场新玩法 另外还提升了弗妮娜的伤害和治疗能力 四命的补充回能对于弗妮娜来说也很有用 不过相对上述几个命座提升没那么明显 如果有能力给弗妮娜提升的话 抽到弗妮娜性价比最高 抽取建议和总结 有着荒芒属性切换 后台出出 过水能力 治疗能力以及增伤等多种功能性的弗妮娜 肯定是强烈剑优先抽取 灵命的弗妮娜就已经很好用了 能抽到弯命的话就能适配更多的老队伍 至于装武主要提升的是伤害 用绿剑或者斧石之剑等窗冷武器替代 并不会影响它的功能性 弗妮娜的机制主要集中在元素战技 元素爆发 优先升级元素战技9加 元素爆发 9加 选择新升级普通攻击的等级 武器方面 优选进水流泳之灰 其次考虑盘眼截律 腐蚀之剑 再次考虑各双爆生命的五星武器 最后考虑灰汗杜手 西风剑等冲能武器 圣灵物方面 套装优选黄金巨团四剑 冲能武器生命杀 非冲能武器冲能杀 零命 附持条考虑爆击 爆伤 百分比生命 冲能 命座方面 弗林娜的命座提升都比较可观 可以了 四 又命为目标选择性抽取 喜欢福福的玩家快来点赞 评论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更多原神攻略等你发现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对弗林娜 或其他原神角色 有更多好奇和需求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iamo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raci 周后